各位好 这里是全网最好玩的时政脱口秀节目又来了 我是主持人东东游志东 盼望着盼望着春节来了 工作的心已经散了 最近这几天每天我都在三省无深 一省车票买了吗 想想也是心酸 在2016这艰难的一年里 面对领导的压榨 我们没有被击垮 面对他人的嘲讽 我们没有被击垮 而现在击垮我们的 却是售票穿过那句冰冷无情的 没有了 战票也没有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家呢 二行 对象找了吗 每年过年回家呢 父母都会跟我唠叨 你看隔壁那个谁谁谁 孩子都几岁了 你呢 所谓年关一过逼婚难防 逼婚已经成为中国父母过年时的传统习俗 当年千方百计阻止我们早恋的是你们 如今后悔没让我们早恋的还是你们 反正你们怎么说都对吧 再来说一下三行 准备好要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问候了吗 谈朋友了吗 工资多少啊 年终奖发了吗 房子买了吗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朋友们 一大波姑姑婶婶阿姨 已经摩拳擦掌 等你回家接受爱的提问 当然你也不要慌张 其实面对他们最重要就是要懂得先发制人 一定要想在对方开口之前率先发问 女儿最近考试多少分啊 准备上什么学校 儿子工资多少 什么职务啊 又或者呢 抛出那个谁都会接的话题 今年春晚看了吗 一般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看了 但是好像没有以前好看了 虽然年年都有吐槽 但是不得不说 除夕的时候看春晚已经成为大家的一种习惯 而且呢 这也是人生中 难得和父母一起看电视又不用换台 当然换台其实也没有什么用的时刻 直到今年的春晚呢 我有点为主持人感到担心 因为每年的春晚主持人的台词 就是当年的生肖的成语接龙大赛 马年就是诶 祝各位龙马精神万马奔腾 阳年就是祝大家三阳开态喜气阳阳 儿鸡年 我大概想了一下关于鸡的成语 什么鸡犬不宁啊 鸡鸣狗盗啊 鸡毛蒜皮啊 鸡犬升天啊 鸡飞狗跳啊 好像都不怎么吉利啊 诶 这个鸡好像和吉是同音啊 所以可能可以稍微发挥一下 比如说祝大家 鸡翔鲁翼 大鸡大利 新春大吉吧 说吉不说八 健康你我他 都说春晚的套路很多 于是关于春晚吐槽的套路也很多 比如说现在春晚虽然还没有开始 我就能吐槽说哎呀 今年春晚又是深情诸君带领主持人们集体打鸡鞋 装嫩菜鸣踩着高跟鞋说网络流行语 老套风拱上台就是我想死你们了 光头老郭这次又换了哪个女性当老婆呀 能不能有点创意 我觉得我很有必要给春晚导演组提一些建议 比如说开场的明星和尚环节 我觉得可以邀请古剧鸡 郑中鸡 杨红鸡 宋仲鸡 四个名中待机的明星一起来唱 激情四射的同时还很好的契合了鸡年的主题 而小品的部分呢 可以让刘凯威 林丹 宋小宝 陈思成 一起来一个出轨者联盟 你们看 这个组合呢横跨了娱乐界 体育界 综艺界 题材还相当具有社会警示作用 相信一定能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的 至于相声 郭德纲 曹云金 如果能够合题 那绝对非常精彩 要知道 2016年最流行的状态就是 撕 他们俩一到位 收视率还不得报了呀 而且呢 通过他们俩的表演 还能教会大家危机公关的技巧 以及传授给广大学生朋友们写作的技巧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寓教于乐的艺术作品 其实关于春晚吐不吐槽它都是那样子 作为我来说 我更关心春节脸了那么多的零花钱 要怎么样花出去 今年来了 为了争取中国的市场 很多的国际大品牌都推出了自己的 基年限定款来抢账我们的钱包 但是他们的设计看完之后 我只能说非常的 辣机 比如说 阿迪达斯的这款 基年限量运动鞋 我先不说话 你们静静的欣赏一下 这是在鼓励大家 要穿着它去打麻将吗 缺妖机的时候还可以直接把旁边那颗扯下来用呢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它要限量了 不限量 它卖得完吗 再来看这个 阿玛尼的基年限定粉饼 阿玛尼真的很偷懒 每年都是直接在粉饼上画动物 去年画只猴子 今年画只鸡 不过你确定上面画了一只鸡的粉饼 普通姑娘她敢用吗 如果用这个粉饼的话 可以搭配这个 Cucci的这件鸡毛大衣 那个袖子我想应该是在致敬鸡毛胆子吧 亲爱的朋友们 穿这样出去一定可以变成一只走地鸡的 再来看这个 CK的基年红内裤 反正我是不会穿的 不过这个图还是官网正品图呢 感觉和我家地摊 那个门口的那种30块钱 那也没有多大差别 再来看下面这个 LV的基年手拿包 像在玩愤怒的小鸟 还有诗华洛诗旗的黄金水晶鸡 隔壁黄闷鸡喊你回去上班了 再来看下面这个DNG的基年夹克 一件夹克上盘踞了四只鸡 我感觉这件衣服只有郭德纲老师能够勉强地驾驭 看完这些设计 我其实不太明白 这些外国人到底对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误解 想做中国人喜欢的设计 就不能找一点华裔的设计师吗 我们来看看国产品牌华裔设计师的作品 这个盗出来的酒真的有人愿意喝吗 首先带您来看到 最近在市面上流通了一款叫做特朗普的茶叶 代表了特制布朗普尔 不得不佩服我国民间商人的文案水平 春节招待客人的时候就可以说 来来来我给你泡特朗普 泡到他是可以住白宫了吗 再来看继小目标之后 我的干爹王健林拥有的新的语录在网络上流行了 这次呢他告诉年轻人们要勇敢 因为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 我感觉清华北大都不如您口气大 没事您说什么 您有钱都对 最近再来看日本专家有个研究啊 说拍照的时候比V字手非常的危险 因为这样呢犯罪分子就很容易采集到你的指纹 从而进行犯罪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犯罪分子们集体拍大腿 我怎么没想到呢 不过啊我觉得专家们可以放心了 以美颜相机的磨皮能力 还能看到指纹 最近各大公司的年会都已经开始了 年会最令人期待的当然就是抽奖的环节 在台湾呢有一个男子就抽奖抽到了十万元现金 把他给开心坏了 结果等他领导呢给他发了奖之后他就懵逼了 这十万块原来是简朴债币 折合人民币也就一百多块钱 人生的大起大落真的是太快了 但是我也是不明白 这样的老板你要他有何用 最后再来看网络上的一个新规定啊 为保护未成年人 现在起呢你规定在网络上发帖攻击未成年人的 或将被判刑 听到没有那些骂我的朋友们 法律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又来了 同时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期又来了 明年我们会继续更新给大家带来好玩的节目 另外关于我微博上的一个送日历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不过今天也就周四是最后一天了 还没有发微博的各位自己加紧咯 最后欢迎大家扫买我旁边这个巨大无比的尾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同时也可以关注本微博游志冻安森里 要想第一时间了解节目的更新动态 可以下载凤凰视频最后端 搜索又来了节目专区 然后点击订阅就可以实时掌握节目的更新动态了 我们明年再会祝大家 今年大吉 接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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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